就是输入段如果1就是15块 2的话就是30 那其他就输入错误了 所以把它执行的话 那假如说我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1 Enter它就15块 然后呢当然再执行 然后输入2它就是30块 那输入其他当然就是输入错误 OK大概类似像这样 不过我顺便讲一下 后面还会讲到回旋续处 那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 直接让他一直不断让我输入好了 我只是想要测试 可是每一次都还要再跑一次 有点麻烦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让他不断不断重复 就是有点像什么一个无穷回圈 让他一直执行 当我输入-1好了 就把它跳离好了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回圈叙述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 顺便讲一下下一个单元会讲的 那自己也配合一下 如果你要 让他一直可以输入的话 你可以在开头的地方加一个这个 然后无穷回圈最简单就file 空一格 file就是当什么条件 1的话是true 当是true的时候呢 就进入这个回圈里面 那我一直都是true OK所以理论上 这个是一个无穷回圈 它没有出口 它只有进入点 没有出口 所以如果说呢我希望他输入-1 不-1的时候呢就离开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else 这个else的话呢就是当他什么 当他如果是输入-1的时候 那我就什么呢 这边的话就离开 如果说今天呢我希望呢 多增加一个利用这样 类似喔 OK 等于是多一个 一个无穷回圈 那这个无穷回圈记得出口在这里 可是呢如果你要让他离开的话 记得喔 还要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就是break 特别需要break就离开 所以请你在这个enter一下 当他输出离开之后 他要真的跳离的话呢 记得就是要加一个break 所以其实我还蛮常 蛮喜欢用这样 就是跑一个无穷回圈 然后呢当他输入-1的时候 那就离开 所以如果你现在这样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喔 段式1 继续输入 有没有 他会自己又跳出 2 又继续输入 3 错误 有没有 反正呢他就是不让你离开 你输入4他还是错误 直到你输入什么呢 -1 那因为你输入-1之后 有没有 他就会跑这一个逻辑 enter 并且呢就不会再一直提示了 ok 所以后面有蛮多游戏喔 比如说让人家猜 猜什么 请输入-1 请拆1到20之间一个号码 然后呢让他一直不断不断的让他拆的话 他就是坏哦 E冒号 然后当他真的拆对就break 就跳舞 其实如果后面还有蛮多游戏练习的 就是给他拆游戏 其他像你也想得到啊 你常玩的游戏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只要是逻辑对的话 你就可以让他看到结果 甚至可以计算时间啦 等等的啦 好啊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刚刚加这个 有没有 加一个fire email 加一个break离开 其他的练习那也可以啦 其他还有像 我们还有性别男女 不过这一题可能比较 比较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这边没有转型哦 没有转型的话 记得他一定是字串 但是如果你这边转型的话 那这个字串就可以拿掉了 OK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这边加一个int 有没有 那转过来之后的话 将来他就变成整数 那你下面这边判断 你就不能再帮他加这个哦 如果你帮他加这个就完蛋了 那负1的话也是一样 OK加一个负1 OK大概是这样啦 不过这个负1加在这里的话 也OK啦 好啊其他的话呢 这个是刚刚提到的 第2个的话呢 我们刚刚有一个性别部分 OK也是一样 性别是因为他一定 这个就没办法转型了 所以如果你这边加个int转型 这一行应该会挂掉 有没有他转不过去 所以OK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呢 那就是m 假设输入m enter 男生 那当然他没有无穷回圈嘛 所以如果你要无穷回圈的话 还记得吧 第一个在这边加一个坏啊 那Equibus方便的地方 你打个w他坏就出来了 1冒号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边怎样 缩排 再来的话你要让他有个出口 所以出口的话呢 就是假设啦 这个else以图下面 你就让他什么 A如果等于负1的话 一样是负1 那就是让他离开 OK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离开 把它拿到这边 记得再加一个break 所以也许你们可以把那个程式里面 再加一个无穷回圈 另外就是多一个离开 这个将来你在设计游戏的时候 就蛮好用的 因为你要让他不断在问问题 请问一下 他这个时候又再输入一次 男生女生 然后如果输入A的话怎么样 别闹了 那如果输入负1的话呢 就离开了 OK所以这个多一个这个功能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还有那个加上 合格不合格 我想这个比较简单 输入成绩 判断他是ABCD OK这个应该也还好 刚部分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练习一下 就是大于等于80就是A 70到80分之间就B 60到70分之间是C 反之就D OK那这个逻辑大概这样 然后呢 如果你输入三个乘七 ABC 那我们一样把它相加 除以三 就是它的 算是什么 是够它的平均乘七 然后再看它的平均乘七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拿一个等地 ABCD 那如果你有很多个变数 因为目前有三个乘七 需要 需要产生三个变数 可是如果你有十个成绩 那不就岂不是有十个变数吗 所以理论上我们会用 利时来处理 所以后面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 将来这个利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利时的话 以后你再处理大量资料的话 那一定会产生问题 OK 其实就用e-sale好了 e-sale它的好处是什么 你VBA直接把资料丢到e-sale嘛 它已经本身就有蓝 你随便放嘛 一直放一直放 反正它总共可以放1048576列 有没有 一百多万列 那在那个Python里面 你要放哪里 所以VBA很方便 一放马上e-sale就可以放资料 但是Python呢 没有地方可以放 它只能放变数里面 OK 所以你要慢慢习惯 有些地方是看不到 因为变数是在记忆体里面 看不到 e-sale是看得到的 所以相较起来 VBA一定是比较简单 如果说在这部分上面 你可以把这个列表 联想成e-sale的那个栏 反正一个a等于中瓜阿虎 意思是说 我就建了一个空的栏 然后我就把资料分别放在 那一栏的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用什么方式放呢 它有个关键字就是append 这个append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输入一个 它就帮我放在 这一个栏的第一个储存格 append的第二个 就放第二个 第三个 有没有 它一直循序放下来 那放下来之后 以后怎么去存取它 特别是这个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的是 List的使用方法 List的中文意思要串递 List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 在处理大量的资料 像资料库里面资料 跟网路上面的资料 这个都非常重要 理论不会用 很多地方可能会写不出来 那我建一个空的 这个是建空的List 把资料放进去 用append 一直它会循序的放 放资料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存取它的话 第一个放的一定是编号0 第二个放的编号1 第三个编号012 所以这边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它会分别放在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如果你要把它抓出来的话 记得用中瓜胡 给它一个编号 那我就把这里面的资料 存取出来 除以3的话 意思是把它平均 再看一下它的结果 我们把它跑一下 也会看一下 这个List 其实将来还会用到 答案考核 如果我今天是85分 Enter 然后操作考核96分 面试考核的话 是65分 Enter 结果A 它就帮我把它算出 理论上就是 它先把这些资料 先丢到这个List里面 所以这个List里面的话 它本来是空的 那放一个放两个之后 它就变这样 一个中瓜胡 85分 斗点 96分 斗点 65分 然后它的编号呢 一定是 第0个 第1个 第2个 我分别就把它抓过来 这个抓到这边来 这个抓过来 相加之后的话呢 再处理3 就会有个结果出来 结果的话呢 我知道 它让它判断一下 那就跑到结果 这个A的等地 只是说因为 scope 没有把它print出来 如果理论呢 应该再把那个 最后的scope的成绩 print出来 让我们比较清楚 所以这部分我想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有关那个 再增加一个List的部分 所以我刚刚比较重要的第一个 加一个无穷回圈 第2个的话 请各位练习用那个List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些程式嘛 云端上都有了 只是说你可能要 自己动手 把程式输入一下 好